汪小飞直播间情绪不稳定,不断谩骂垂桌子,工作人员紧急关卖下播 近日,汪小飞在直播间连线直播的时候有点情绪不稳定,只因为工厂那边的视频有点卡顿,汪小飞就直接开始大骂,并且不断地垂桌子,引起网友们的围观和震惊 不少网友们都质疑汪小飞是怎么了 面对汪小飞的情况,工作人员们也是紧急关卖下播,不知道是不是去紧急处理了,接下来并没有继续直播 有些人认为汪小飞身为老板,如此沉不住气,精神不佳,实在不应该,而也有些人表示汪小飞就是真性情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,毕竟每个人都有控制不住脾气的时候 网友们猜测汪小飞是不是最近心情不佳,所以才被一点点的小事点燃,毕竟自己和张盈盈的事情持续被网友们报到抓拍,但是张岚一直都极力否认,更是表示不支持他们的感情 所以汪小飞是两头难熬,一边是自己的妈妈,一边是自己的女友 最近张岚也是在直播间透露,汪小飞最近身体不佳,希望她能够好好休息 不少粉丝都希望汪小飞能够好好调整自己的心态